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演示一下 美国区的Adsense 如何更新税表 降低自己的税率 本期视频能够真正帮大家赚到更多的钱 相信很多使用Google AdSense的小伙伴 一个月前都基本已经收到了邮件或者提示 要求我们确认自己的税务信息 本来我对这个事情不是很在意的 因为我的Adsense一直能够正常的收到钱 我在3月初就收到了通知 但是一直没有迟迟的更新税表 截止到本月22日 我还是能够正常的收到Adsense的汇款 所以我的想法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既然能够正常的收到钱 那为什么还要去更新税表呢 直到我看到频道里有小伙伴留言 这才知道 更新税表之后可以降低税率或者免税 于是我赶紧到Adsense的后台里面去看了一下 这才发现如果我们没有更新税表 我们的税率默认是按照最高档30%的税来收的 也就是说假如你有100美元的广告收入 有30美元需要缴税 你拿到手之后最后只剩下70美元 这个落差是相当的大 于是我就决定立刻马上更新我的税表 Google的税表更新 也是需要去填写W8表格 作为一个申请过很多券商和银行的我来说 W8的填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然而在我提交完表格之后 收到了Google的邮件 邮件中说到需要我提供更多的信息 我到Adsense的后台去看 发现需要我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地址证明文件 邮寄证明文件 这一下我感觉到麻烦大了 于是我就在网上去查找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其他人的申请表填写 基本上都是填写国内的地址和邮寄地址 提交完成之后就直接通过审核了 并没有要求提供其他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我这边 却需要额外提供这么多的证明呢 原来网上的教程 他们Adsense的区域是中国区 而我Adsense的区域是美国 那么为什么我要在注册Adsense的时候 去选择美国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如果选择中国区 Google给你寄送的P&N信件到中国 很容易寄丢 如果寄丢补发 来回又需要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就干脆选择了美国区 然后找朋友去代收P&N的信件 所以我的地址是美国地址 这也就是需要我提供 额外资料证明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个选择美国区的原因是 首先中国区的收款非常不方便 电汇是不可能的 新联汇款又在收紧 我们在网上搜索一下 中国区Adsense收款 就会发现各种人遇到各种问题 所以我就选择美国区 收款的方式可以使用 潘安盈提供的虚拟美国银行账户 这个虚拟的银行账户 是可以直接体现到大陆的银行 直接用人民币入金 不占用外汇的额度 不会遇到银行的各种审查问题 之前我也做过一期 潘安盈收款视频的教程 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链接观看 好的 话说回来 接下来就和大家演示 如何去解决美国区 Adsense税表填写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填写 可以跟着我下面的视频演示 一步一步的操作 首先我们登陆后台 如果你在网页上方收到这个黄色的提示 直接点击管理税务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申请状态 是已经批准 目前的税率是2个10% 服务预扣税率是0% 我们如果做YouTube的话 它的税率是10% 在下面证明文件 这里可以看到我一共提交了两个证明文件 接下来的视频里面 我也会向大家演示 这两个证明文件是什么 要怎么去填写 大家可以在后台这里 看到我之前的地址是美国的地址 我这边是已经测试成功了 所以才和大家分享我的操作流程 如果你之前填写了税表 但是没有审核通过 或者遇到了问题 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提交新表单 这样你之前的申请表 就会被删除覆盖掉 我这边已经申请成功了 所以我就不重新提交表格了 我用我另外一个Adsense账户 给大家演示如何填写 如果说你在后台还没有看到 黄色的提示标志的话 你也可以点击左边的付款 选择美国税务信息 点击添加税务信息 下面我们开始正式填写表格 在这里我们选择个人 下面选择不是美国公民 下面选择填写W8表格 首先是个人姓名 这边一定要用真实的姓名 下面DBA不用填 这里选择中国 这里输入身份证号码 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填写的永久居住地址 也就是你身份证上面的地址 最上面有一个方框 网络上的其他教程都是打勾的 我这边没有打勾 也是顺利通过了的 接下来填写邮寄地址 如果邮寄地址 和你身份证上的地址是一致的 那你就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如果不一致 你就实事求是 填写自己目前居住的地址 全部填写汉语拼音就可以了 填写完成之后 点击下一步 下面是税务协定 我们选择是 下面选择中国 接下来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服务 电影和电视版税 其他版权版税 我们全部勾卷 条款和段落 我们选择默认选项 预扣税率 我们选择最低的 下面适用条款的原因 打勾 全部选择好 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是文件预览 我们可以点击链接 看到系统自动生成的W8表格 核对一下 没有问题就点下一步 接下来保证 这边输入自己的名字 先名在姓汉语拼音 下面的选择是 也就是签名的是你自己 不是你的代理人 点击下一步 这里我们选择否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中国经营我们的 AdSense业务 不是在美国 如果你是在美国经营的话 是不能享受到税率优惠的 下面勾选 再次确认我们不在美国境内开展业务 下面有两个选项 如果你之前没有收到过AdSense的汇款 就选择第一个 如果收到过汇款 就选择第二个 下面打勾 接下来点击提交 接下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系统提示我们缺少文件 主要的原因我上面已经说过了 是因为我们是美国区的AdSense账户 留的地址是美国的地址 但是我们现在申请税率优惠 填写的地址是中国的地址 这就产生了冲突 所以需要你上传地址证明 在这个地方我们上传 身份证 护照或者驾照 这三个证件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了 我之前申请成功的账户 上传的是国内的身份证 我这边就不重复上传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表格的状态是 审核中 目前适用的税率是30% 接下来我们等待系统审核就可以了 一般一个工作日之内就会有结果 我这边在一个工作日之后 收到了Google的两封邮件 我们需要操作的是那一封全英文的邮件 我们点击邮件里的This 然后浏览器会下载一个PDF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再次声明自己不是美国公民 我们需要填写这个文件 然后上传到Adsense的后台 填写很简单 我们在选项1这里打勾 在下面的选项A这里打勾 这是在声明 我今年在美国居住的天数少于30天 我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 关于美国的税务居民是如何界定 中国公民在美国的资产 哪些要交税 要如何交税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观看我之前做的这些视频 下面的这些选项我们全部都不用管 在最后面填上自己的名字 写名在信汉语拼音 最后写上今天的日期 然后点击浏览器右上角的打印 把这个文档打印成PDF 储存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到Adsense的后台 我们会在后台看到 系统提示我们要上传一个地址证明 或者是邮寄证明 我们直接把刚刚打印好的PDF文档 上传上去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在我已经通过审核的 这个账户页面看到 我一共上传了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在写税表的时候 上传的身份证 第二个文件是声明自己不是美国税务居民的PDF文档 在我们第二次上传完文档之后 大约一个工作日的时间 我们的税表审核就会通过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税率从30%降到10% 可以节省整整20%的费用 每年都如此税率优惠 我们的税率可以比肩巴菲特了 以上就是本期教程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在操作过程中 遇到了什么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也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讨论 电报群的链接在视频下方 如果你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更多有趣的视频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